接着来关心美股的状况 有鉴于投资人忧心通膨的风险 华尔街股市周二一开盘走低 不过随着全球的油价上涨 四大指数纷纷在尾盘反弹收红 国际原油价格涨势促使了美国的能源股走强 加上3C龙头苹果亮相了新技术 科技类股也收高 还有世界银行预估 今年全球的经济展望成长的数据 将下修到2.9% 警告乌尔战争对全球金融的影响 都遭到了抵消 周二中盘倒球工业指数涨幅超过260点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 双双上升将近1%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